郑文灿涉贪收押 民众党立委爆料 2017年9月 郑文灿拿钱后 就请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设计划 里头变更的就是这些行贿者的土地 帮全会的农地变更成产业专业区 2014年才驳回 为什么廖俊松行贿完郑文灿 打通完上面的人 卓榮泰一交办 你内政部就发函 帮桃园市政府开绿灯 从9.12公顷扩综成50公顷 我随便一对出来 就是被收押的那两个人的地 名罪在爆料 郑文灿在桃园市长短短八年任内 创造土地增值就多达六千亿 要是有人获得内线消息 先囤地就能大赚一笔 到底有多少人从州谋取暴力 恐怕不是单纯只有民进党派系 甚至连其他蓝白 甚至在地方的这些人士 可能都牵涉在其中 管他是谁 所有贪毒的人一律都要抓钱 郑文灿还被爆出 2020年拜母亲公祭 公祭的地点是市府认定的 非法殡葬设施早就勒令停用 但郑文灿却带头违法 当时的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赖金德 还有一票民进党大官 道朝碾销 八千个团体两万多人道朝 规模简直像国家级 这时候的人数多达一两万人 让这个交流道 还要做交通管制 他的作风 是不是为自己量身定做 明明知道当时 是不能做殡葬设施使用的 可是为了要风风光光 所以这个法都可以丢在一边了吗 郑文灿社团被抓包 在桃园市长任内的争议 跟着连环报 记者黄一峻 曹廷涵 采访不到